市區中租借騎U-Bike相當常見 但是台南有民眾騎乘自甩骨折 卻因為沒有勾選保險無法理賠 那個騎乘U-Bike 但是他那個意外的跌倒 我告訴你也是很嚴重 他的鎖骨也斷掉了 但是他求償無門 議員接獲了投訴 民眾租借U-Bike自甩受傷 左肩骨折住院的兩天 醫藥費大約是十萬元 申請賠償卻被拒絕 出的時候有一個勾選保險的選項 好像有 那你有勾選嗎 我忘記了 我也忘記有沒有勾選 登陸會員的時候有個保險的選項 不知道 所以你有印象自己有勾嗎 好像我有勾吧 其實不講也不會有人知道吧 電影院可能自己要再看清楚 就直接就是有騎乘的 就是直接有這個保障 不需要再額外勾選 你覺得這樣會比較好 點開U-Bike的網頁 北北桃都有提醒 投保傷害險的警域 但是台南市的網頁卻必須逐條審視 議員質疑宣導是否不足 為了要最小個資收集 所以他不需要提供個資 所以才需要讓加入會員之後 要保險的人要自己去登陸個資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會加強來宣導 台南市的交通局表示 演義採購第三人責任保險額度兩百萬元 雖然民眾不需要另外付費 但是個人傷害保險得登陸個人的資料 才能夠生效 租用的人得確認是否勾選多個動作 才能確保權益 三天新聞黃啟超 朱英榮綜合報導